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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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JC 甲额来的吧 里江是第一次过来训练 看到这些名字 来训练的话就感觉比较兴奋了 把自己训练都能够去跑兔的那种状态 我在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就那种缺氧的状态 然后飘着雪很阴霾 但是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终点等自己的时候 真的是很感动 本来今年也想 一直在想去哪练一下 拖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了 像12月份就开始练 然后又拖到了1月份 然后刚好 我以为他们要在昆明训练 结果他们说来丽江 所以那就更好 我说带我一个我就过来了 摆了 腰腰腰腰腰腰腰腾 今天我觉得整体训练 进入状态比较快 不管强度也好 长距离也好 表现非常好 比往往年要好一点 本身这个俱乐部是标哥丁丁 我们几个发起的 所以来这儿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带头作用 不管训练中也好 就是各个方面做一个带头作用 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 让大家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下 大家一起进步 现在感觉就是挺好的 就是比前几次来立江状态都要好一点 最不一样的就是气氛吧 因为以前参加的那些训练营的话 气氛没有这么轻松活跃 然后训练的话就给自己很大的发挥空间去跑 我其实上一个在年前的上一个周期的话 是自己感觉练的是非常好的 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也是很明确的 马拉松能够跑到245 甚至是更高的一个成绩的目标吧 然后经过前面一个周期的训练下来 就是每一次的大课都是按照计划能够跑完的 就感觉自己每一次跑大课都有很明显的进步 所以感觉离目标也是越来越近了 这种团体然后又这么系统的是很少的 从17年出来之后反正很多东西都自己在摸索 然后感觉又回到了从前 又找到了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吧 觉得以前真的是浪费太多时间了 有时候觉得对 来到这里确实大家都是确实很想练 然后这个气氛特别好 然后给我带动的也是 精神上面有很多鼓励吧 比如说每天下午有时候想睡觉 看着别人都去跑了 然后自己也就很自觉地就起来了 一起去训练 这种其实就让自己变得很自觉 对 很自律 去年还是挺多遗憾的我觉得 因为东西一训练完就受伤了嘛 就休息了五个月左右 一直没比赛 去年就只跑了一个半城 去年挺多遗憾的 所以今年我们提前进入东迅嘛 好好的去准备 我觉得身体状态感觉 就要比去年要好 对 我希望今年接近两小时十分满难 希望有那么一个一次机会 能证明自己 前面的两周 是我这么多年跑步以来 跑量最大 然后跑步的次数最密集的一个阶段 就是养成一种习惯 这种习惯对我来说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 跟上次刚来第三周的状态差不多 来了有将近一周了吧 基本上只能够一天一练 然后剩下的时间还是想多陪一下孩子 带他在丽江多玩一下 你们要不要下来看吧 下来看 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 让我走向我的计划 或甚至是理想的一个门户吧 因为以前对自己的定义不是很清晰 觉得我只是一个爱好者 但是呢 我觉得现在的话自己 就是我不敢去想 我是否可以变成一个运动员 或者是我应该怎么样去付出 怎样的辛苦艰辛 但是我觉得通过iChallenge 我觉得让我去 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平台 让我去跟这些精英选手一起去训练 然后一起去拼搏 他们的拼搏的精神也会感染我 让我去 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把门户去实现我的理想 可以啊 一条路 左手边 那个很有意思 它是 它有一点上上下下的 主要都是训练 感觉大家来到这里都憋着一口径那种 然后都想去释放 每天都是这样 然后每天都有人往前冲 或者就是这种 其实不由自如就把大家都带起来了 很多很多人需要这样一个机会 这样一个训练 或者团体的这样一个氛围 我觉得这个他们做的特别好 把大家都集中起来了 然后让这种 这些不知道去哪训练 不知道怎么练的人 然后都来到了这里 然后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把训练搞好 我觉得这个很好 大体的计划 我希望把职业生涯最巅峰的几年 巅峰状态能维持五年左右吧 未来也没多想什么 就是还是更多的是专注于跑步吧 其实我觉得最难的还是 就是生活各方面 这些细节方面吧 比如你一下子来这么多人 大多数运动员都是跑马哈松的 就是没有跑越野 跑越野的狠手 所以这次东迅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尝试 就是我们每次 每周会插入一次跑坡训练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个跑坡训练 他们觉得这个难度很大 然后对训练来说的话 效果特别明显 这个我因为现在二十七嘛 今年我想在未来三到五年再突破一下吧 比如说像马拉松或者越野跑 我希望就是像今年就把马拉松突破健将吧 然后尽量能再提一点提一点 就达到最高吧 然后后面可能就专心去跑越野去了 对 健将我觉得之前很早以前没达二级的时候想达二级 达了二级又想达一级 现在一级也达了 然后又想达个健将 我觉得是可能作为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梦想吧 就练了一辈子提议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样一个 不管是证书或者以后认可自己的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运动员之间不一样 有的运动员你能坚持到四十岁 可能有的运动员就三十岁 假如我是三十岁我就只有两三年 这个是很恐怖的 如果我能坚持到四十岁那还好 还有十来年 对 如果你选择了像王正他们 之前从二零年吧算是 跟假的他们一起练 我觉得他们几个就很坚定 然后一心就为了成绩 然后成绩之外的一些商业的 肯定是随着你成绩或者你的想法是随之而来 还会有的 对假想说的太多了 在这里就预祝他开春能跑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吧 未来一两年我觉得都是他的天下 你可能看到大家都很努力 然后会给自己很大的激励 就你在想要偷懒不想要去做的时候呢 你看着别人都在努力 那可能也要稍微跟着内卷一下 别人都在努力 我也要跟上才行 所以会去逼自己一把 在训练效果上面会 其实比想象中还要好 就是去做你自己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冲一下冲一下冲一下 加油 在这个训练营里面就是有人跟你一起互相激励进步的时候 你会想着这我跑不动了 再顶一顶可能队友的鼓励啊教练的鼓励啊 然后你想着我觉得我已经到达了我的极限了 但是还能把自己再逼一把 然后直到把自己顶吐了为止 那种就是你每一次都能够去摸索到更高的一个等级 然后去突破那个边缘 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进步 对我们刚开始现在只是尝试阶段 我希望能做得越来越好 因为刚开始都是在摸索都是在尝试 我想对五年后的iChallenge Lab说 希望一切顺利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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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